麥當勞 麥當勞 麥當勞中國改名金拱門 主營大陸香港餐廳業務 金拱門以後就會成為麥當勞中國有限公司的名字 自從1990年進入中國內地市場以來 中國已經成為麥當勞 全球第三大市場 和全球發展最快的市場 但同時麥當勞中國都在靜靜地改變 今年8月8日開始 麥當勞中國已經成為中信控股的子公司 並且改名金拱門中國有限公司 收購價達到20.8億美元 麥當勞公司仍然持有20%的股權 很多光顧麥當勞多年的市民 就擔心以後不可以再說去麥記 而是要去金記 不過麥當勞就在微博上回應 改名只是管理公司便更 滿店和食物的製作流程等 都和以前一模一樣 都會繼續用麥當勞的品牌 而新的麥當勞公司 會同時營運大陸和香港的業務 目前 麥當勞中國的首席執行官 都是第一任女性CEO張家欣 早前都宣布了麥當勞中國的新發展方向 包括開設概念店 個性化定制漢堡等等 Tina Hawaii CKJ Ranela Poto Tina Hawaii CKJ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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